今天要辞職了 今天天空不作美 再下雨 Today is the day 我今天要辞職了 我在这间公司做了三年 然后是算是大公司吧 所以我今天要去辞職了 我带了我的letter 还有我公司的钥匙 今天要还回去了 好可怕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也有今天 我当初三年前刚进下公司的时候 真的是拼死冰火的去考试啊 面试什么的 但我三年之后我竟然选择自己辞職 但是我觉得三年其实我真的学到很多 然后也遇到很多非常好的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年的时间够了 天啊我刚停好车喔 我带了一个箱子 可以装我本来在办公室装的东西 It's happening It's happening 我现在要走过去 好可怕 好紧张喔 哈囉 漂亮 你不要给你发动 我不要再帮你 我带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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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一箱 這一箱是我三年的東西 有乳液啊 然後以前畫的畫畫啊 跟我同事一起畫的畫 It's happening 我真的剛剛跟同事聊天啊 什麼的 講說未來的計畫啊 什麼的 當然因為他們人真的都很好 所以他們就很為我開心 可是說捨不得也是捨不得 可是我覺得這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我現在剛從 嗯 辦公室回來 然後我 最最最不會想念的就是 從辦公室回家的traffic 真的超級頭痛的 我之前 以前真的就是 從家到辦公室差不多一個小時 然後 欸差不多有沒有 從家到辦公室差不多 40分鐘 開車40分鐘 然後 從辦公室回到家 剛好是rush hour嘛 所以通常都是至少是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 我剛剛跟同事聊天聊太久 直接有點太晚 離開辦公室 所以現在 開著 時速 20公里的速度 回家 這個traffic man 這個traffic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漂亮 然後聲音怎麼說 我們打完我去檢查 是那裡嗎 這裡一顆 要是那邊一顆 天氣好好握喔 天氣好好握喔 今天跟朋友來高爾夫球場這邊 下場打高爾夫球 我們今天是打很小場 所以沒有什麼壓力 然後我們是 現在是平常日 所以平常日的下午 三四點的時候 其實 嗯 相對來說就比較便宜 像我們現在今天一個人 加上我們現在有開車嘛 差不多一個人 46塊錢 所以其實算還蠻便宜的 在裡面 你要打喔 這景真的超美的 剛剛那邊有三隻大白熊 超可愛的公公 你害怕的蝦蝦 你害怕的 大家好 你們有玩意 剛剛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個阿姨 她突然之間打電話給我 我問我說因為她朋友的烘焙房那邊有 今天現在晚上嘛 所以他們今天有多的麵包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她就突然來到我家這裡 因為我們家這邊也有 就是這一棟公寓也有一些認識的一些朋友 沒有啦 是聖誕老公公從北極送來的 超多的 現在9點的時候 突然來了兩項 去吧 去吧 這是我的朋友 做吧 我覺得這是最好吃的 這是薄薄的 這是薄薄的 薄薄的 薄薄的 你們可以做的 骨頭 可以冷凍一下 然後剪刀 不要剪刀 剪刀先 我的天啊 它是大小的 這是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 就來這邊送貨 然後剛剛好我今天晚上跟我表妹一起一起聚餐啊 然後來就是邀請他們來我家這邊玩 然後就剛剛好他們在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阿姨跟我說 所以我拿了一整條吐司 剛剛把它切好了 這麼多 這是一整條吐司 然後三個 然後 因為我真的超剛好 我今天整天都在烤我下禮拜要吃的早餐的吐司 所以我又做了可頌吐司 喔 真的有三大袋的麵包 我真的覺得我會吃不完 因為我下禮拜就要 就要 要離開溫哥華幾天 然後之後 之後就真的沒有什麼機會在家裡面 所以我已經很苦惱說要怎麼玩清冰箱的這項任務 還是懷著感恩的心情啦 但是就是 就是我覺得還蠻好笑的是 因為我表妹他們不太習慣這種 這種 這種相處方式 然後也 也很感動說 就是 身邊的阿姨 就真的 我真的覺得台灣人 就真的是不一樣的熱情 可以這樣子 對我們這麼好 所以他們就有點嚇到 可是同時也覺得 有點 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很少 很少有這種機會 就是 人家就突然晚半夜 就是 九點多的時候 突然送麵包過來 而且是超級多麵包 對啊 還蠻好玩的啦 還蠻好玩的啦 好 這麼多 mostly baguette right mostly baguette and toast like toast Yeah 我认识,肚子是这么大 我不认识那是我 现在跟我表妹在一起 我们刚刚吃了炸鸡 Ria Ria来温哥华找我 因为我之后就要出国了 所以很久都不会见 所以她这个周末来找我 我们第一站来Riafouet 因为她很爱吃可颂 有很多选择 看 今天来参加台湾人自己的活动 来认识一些朋友 她这个是青子农场 在Richmond的六号路这边 很多农场 还有羊诶 太可爱了 有天鹅诶 你好漂亮哦 你好 好可爱哦 今天天空不作美在下雨 也好久没有下雨 就刚刚好今天一个室外活动在下雨 好可爱 她的英文叫做孤单茶口 哈哈 太可爱了 很默默地走过去 真的吗 你还默默地走过去 你干吗 你干吗 喔 他那個吐氣 喔 好 好 好冷喔 我們現在去家裕 難得回來溫哥華 然後對他老闆 一起去吃 溫哥華有名的 寿司店 我覺得我常常 一句話有時候講英文講中 我感覺會被台灣人罵 可是我就是想不出來 中文到底是什麼 這位小姐 記錯了 四十五分鐘 我知道 我就想問了 你知道 等一下你是七點的時候問的 我們是七點的 我們看六點半來的 六點半來才我家 然後我們要出門 然後我說 不用啦 七點四十五 我們可以朝在沙發上玩 然後可能我們說 我們再核實一下吧 七點四五 我說七點 好 氣氛真的很好 美可是溫哥華 比較有名的 寿司店 但他的價位比較高 但是他的 可是因為 因為我們今天有五頓飯 但是窗邊的位置 只能放四個 所以 我就想說 那個晚上就一起 吃個飯 然後因為 十佳 跟他老公 特別來 會來沃克華 所以就 沒關係 反正今天也下午 所以其實應該看不太到什麼東西 前菜 第二道菜 Sashimi 好壯觀喔 阿有名的 他有名的 吃小腸好吃的 尤其是前五次 我目前心目中最愛 抹茶蛋 然後還有 前菜 和 大廣 桌子 特別是 因為 我們 嘴 那 我也 來 睡 睡 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